比赛开始了 好 到底爱的没有了 一直倒的 这一拳 这一拳签很快 好 比赛结束 你要拍一拍 许晓东现在的体重是多少 是 是 我看国际年门妹是不是讲究按体重分级的 我赶上去打 是不是 许晓东比我还先挂菜 昨天晚上我不是他喝了点酒 能吃什么喝 你等一下去猜一下许晓东 问他这两天能不能吃饭 好 拿一瓶环水 行 准备了 丁浩在比赛之后还说 他说如果有记者来采访你 希望记者来核实一下 你这两天还能不能吃饭 说他打你打的挺重的 拳头也中了很多拳 稍等 把我的手机拿我来 这不核实吗 我这无意中保留了一个视频 不好意思 请大家看一下 什么视频 您看就知道了 又不是您手机里藏的小片片 对吧 这是我今天吃的饭 螃蟹 帝王蟹 面包蟹 珍宝蟹 跟大家 今儿中午吃的 大家请看一下 这螃蟹太硬了 牙口好的人才能咬 那你从比赛完了到今天这中间 再玩了到今天是三天的时间 我三天吃的都还不错 没有因为被打了之后吃不进去 还是有可能的 你看上一次跟雷雷老师打完之后 我这个咽咽就越来越严重 那这回跟丁老师打完之后 保不齐可能过个一年半载的 也有内伤的复发的可能 这是有可能的 你觉得他给你使了内功 看丁老师怎么说了 丁老师说使了就使了 丁老师说没使就没使 你觉得呢 永春属于外加拳 不是那加拳 人家外加拳 跟现在搏击还是比较像 讲究的就是那种真正的实战 你这脑门上是比赛那天打的吗 脑门上是比赛那天打的吗 一天那天撞的 撞的还是对方打的 这个伤不是鼓起来的包 只有打击才能那种的包起来 这个是撞的磨的 他的脑门上的头发那磨 跟我磨出等于我这个也没准备 只是皮破了 见血了吗 嘴角是见血了 嘴角是见血了 我看他们那边的余昌华老师说 就是比赛那天 他说你的嘴如果不戴着嘴套 可能就会受非常严重的伤 当时这边受的比较重的击打了吗 嘴上这个伤确实还不是打的 确实是丁老师做的 但不是他打的 是丁老师抓的 抓的 所以说可能丁老师不仅永春练完了 硬爪弓可能也练 这一抓 我觉得挺让我出乎意料 我以为永春就那些招数 没想到还有硬爪弓 您要说非得说打的 我也没有意义 没关系 当时除了挠着你嘴角 还挠到其他地方了吗 应该是眼睛脚也算是挠的 因为他那个手 永春他们开手不是握拳 大家仔细看 他们是开掌的那种的 瞬间打击再握拳 但有时候快快的话 他没有完全握拳 这个手指可能戳着你了 我说这个没关系 他们也跟我说了 我说您怎么打都行 我说你们可以替当 所以当天他们那个赛路都有记录 我也不在乎当 我没关系 我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们用什么招式 哪怕他们兔兔灭 其实我也有心理准备了